你好,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介绍这本书叫做《范高传》 荷兰画家范高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他是西方现代绘画大师 范高的作品只要出售 几乎每幅的担价都能登上各大拍卖会的榜首 然而他生前却只卖出过一幅画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就是这个传奇艺术家的传记 拿到这本《范高传》的时候 第一感觉就是它特别厚 一共895页 有新华字典的三分之二那么厚 将近90万字 但这本大不头的书并不是最出名的范高传记 其实在这本书之前 有一本薄一点的范高传记很出名 那就是1934年出版的欧文斯通写的《范高传记》 名字叫《渴望生活》 在斯通笔下 范高充满才华 正直善良 被精神病折磨 在疯狂当中作画 最后绝望自杀 这给他的一生增添了传奇的色彩 这个浪漫的形象延续了近百年 这也是范高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 但咱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可能会打破这个浪漫的形象 在这本书中呢 范高性格古怪孤僻 一言不合就跟人吵架 还常年和妓女交往 书中还披露说 他很有可能不是自杀的 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范高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这本范高传 在写作上的两大特点 第一是以海量素材为基础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价这本书是里程碑式的 比以往任何版本都要全面充分的多 因为这本书的两位作者 史蒂芬·奈飞和格雷格里·怀特·史密斯 都毕业于哈佛法学院 他们用法律工作者 对事实细节的高要求来收集素材 这本范高传取材于几千封书信和大量的文献 虽然署名只有两个人 但其实有20多位范高研究专家参与了幕后创作 另外一点是 这本书出版于2011年 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已经非常先进了 团队还专门开发了一种软件 用来解析大量的数据信息 这就使它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这本书第二个特点就是 行文理性 范高传和《渴望生活》很不一样 《渴望生活》的定位是传记题小说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艺术虚构的 作者自己也承认 很多对话都是想象出来的 但是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 虽然加入了作者的分析和推测 但基本上都是用事实说话 不多加感情的渲染 所以回答开头提出那个问题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传记 也许更加接近那个真实的范高 那么这个真实的范高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得把它的人生分成三段来看 第一段是范高大起大落的童年和青年时期 他是怎么从一个牧师家庭的长子 堕落到社会底层的呢 这要从范高的家庭讲起 1853年 文森特范高出身在荷兰布拉邦特 一个保守的牧师家庭 他们家按照现在的说法 应该算是中产 范高的母亲一心扑在家庭上面 对六个孩子的教育严厉而刻板 父亲呢 就更是说一不二 不许孩子有反对意见 那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之下 孩子们基本都服从命令 统一行动 比如说 他们每天都会集体外出 绕阵子散步一小时 散步的时候必须衣着整洁 每天的菜谱严格按照规矩 周日才能加几道菜 每天晚饭之后 一起学习家庭历史 轮流朗读同一本书 甚至计划让所有孩子 都培养和母亲同样的技能 绘画 父母把孩子们圈在这种刻板的家庭当中 生活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 通过高度一致的生活方式 来保证这个家庭的和谐统一 那在这样的教育之下 孩子们都培养起了对家庭 这个集体的高度依赖 那这也是为什么 在他们长大分开生活之后 家庭成员之间 还会有那么多的往来信解 有一种理论认为说 绝对权威型的教养方式 教出的孩子 通常容易自卑 对压力很敏感 但是老话说得好啊 十个指头伸出来总有长短 范高就是这个家庭里那根 特别不一样的奇葩手指 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 长大的范高是什么样的性格 他的精神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范高的性格概括一下就是 不讨人喜欢 他孤僻古怪 敏感易怒 人际交往能力特别的差 他对家庭有很深的感情依恋 但是他又生来特立独行 不喜欢扎堆 其他孩子跟着母亲去拜访 这场体面人家的时候 他一个人就溜到荒野上面 收集昆虫和植物的标本 在家里呢 他也爱一个人躲在阁楼上 摆弄自己的收藏 一晚上不睡觉 那最令父母担心的是 范高从小就爱自己溜出家门 去下等人的地方 比如说牧羊人和农民的地方 有时候甚至半夜 才拉里拉遢的回家 父母抱怨这个儿子最磨人 连女佣都说 他是家里最不好对付的小孩 总爱跟人作对 眼看着家庭教育 没有办法让范高听话 父母就希望学校教育 能够起点作用 那从七岁开始 父母就先后把范高 送到了公立学校 还有远离家庭的寄宿学校 而且还高价聘请过家庭教师 但这些手段呢 都没能改变范高 他反而越大越桀骜不逊了 最后呢 十五岁的范高 没等毕业就逃回家里了 让父母在邻里间抬不起头来 周围邻居都在嘲笑说 这家儿啊 出了个没用的怪儿子 上不好学 那就上班吧 十七岁的范高 被送去叔叔开的画廊 做销售员 那之后的五年 他先后在海牙 伦敦和巴黎各分店 不断地被调来调去 最后还是被辞退了 范高被画廊撵走的主要原因是 他经常啊 不打招呼就度假去了 另外呢 他孤僻的性格 也很不适合做销售员 工作表现一直不好 这次解雇 在范高父母看来 是一场特大的丑闻 为了家庭脸面 还努力在亲友间封锁消息 恨不得家里没这个儿子存在 那除了孤僻古怪 范高的性格当中 还有非常敏感 暴躁的一面 经常无缘无故调起争吵 一个叔叔有一次 只不过劝了他一句 你啊 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这一下 就跟捅了马蜂窝一样 让范高大发脾气 范高自己也承认 只要走进一个艺术家的画室 不到五分钟 一句话不对付 甚至一个眼神不友好 就会引起争吵 不过 这也让他常常感到孤独 不得不向妓女去寻求一点安慰 因为在妓院 只要花了钱 他就肯定能买到陪伴 暂时地解决孤独的问题 对于这种不名誉的关系 范高有自己一厢情愿的解释 他说 自己在妓女身上感受到了人性 范高呢 还赞美了妓女的美德 称她们为仁慈的姐妹们 那说完了她的性格 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 范高的精神状况 有证据表明 范高父母双方的家族里 有至少三位叔伯和两位堂兄弟 都有精神疾病 还有几个自杀身亡 亲妹妹惠尔在精神病院住了近40年 好几次自杀未遂 就连范高最亲爱的弟弟提傲 在生前最后半年 也出现了明显的精神错乱症状 范高生命最后的几年 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 两三个月就发作一次 所以范高的狂热和敏感 26岁那年 范高偶然的停了一次步道 一位来自里昂的牧师 讲了工人们的痛苦生活 这让范高特别震撼 因为当时的欧洲 经历了工业革命 除了带来财富 也让劳动者 面临了非人的生存环境 作为牧师的儿子 范高觉得宗教 可以解除穷人的痛苦 所以范高 把那位里昂牧师当作榜样 立志在宗教这条路上 实现自我 他到了比利时的 伯里纳日矿区 在那里做福音传教室 除了步道 还和矿工一起吃苦 为矿工家庭干杂活 赶往矿难现场救援 他还认为 自己吃得住的都太奢侈了 就和矿工吃一样的黑面包 煮一样的棚屋 把自己所有的衣物和钱财 分给穷人们 他认为 只有这样牺牲自我 才能减轻一点 工人们的苦难 最后呢 他变得棚头垢面 破衣懒衫 身体也支撑不住了 胜了一场大病 但是 这样自虐一样的苦行 没有得到教会的认可 因为在教会眼里面 一个传教士 应该穿着整洁 仪态端庄 怎么能把自己搞得 跟一个矿工一样拉搭呢 教会对于范高 这样不专业的传教方式 非常恼怒 停止了对他的任命 计划廊经商失败之后 范高再一次面对 职业生涯的失败 情绪崩溃 经常大哭 还在大冬天里面光着脚 到处去游荡 差点被父亲送进精神病院 两条职业道路都没有走通 范高无事可做 迷茫当中 他偶然地捡起了画笔 用画画来打发时间 在伯里纳日修养期间 范高开始以矿工为对象 做了一些铅笔画的练习 画着画着 范高开始意识到了乐趣 越来越入迷 他发现绘画成了他的新使命 但是呢 从他绘画的主题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 他画的对象都是 矿工农民和城市平民 没有任何贵妇人舞会之类的 上流社会题材 他确实一直都在 底层社会的圈子里打转 就这样 两次职业失败 使他从中产家庭的长子 堕落到了底层社会 不过 从28岁偶然间拿起画笔 到37岁去世 范高仅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 就成为了一个画时代的艺术大师 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画坛 接下来 我们就说说 范高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从28岁到37岁这10年 因为他的艺术和人生经历细细相关 我们就用他的三幅代表作 吃土豆的人 向日葵和星夜的诞生过程 来看他的艺术成就 范高的艺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荷兰时代和法国时代 矿区传教失败以后 范高回到家乡荷兰全新投入绘画 开启了他的荷兰时代 也正是这个时候 弟弟提奥开始给他每月记武士法郎 支持他画画 这个方式也成为了兄弟两人的惯例 范高先在父母家中停留了两年 当地的仿制工人和种土豆的农民 成为了范高画中的常客 他常常对着同一个人画上几十遍 画面上的女人嘴唇厚得像牛 嘴巴尖得像公鸡 还有一个朝天鼻子 这就是范高眼中的农民的样子 让人联想起野兽 这样的画风 连他的农民模特都觉得丑 更别提会有人购买了 但范高并没有放弃 他一直在努力寻找比黑色更深沉的颜色 来表现工人和农民艰难肮脏的生活状况 范高一边忙着他的人民绘画 一边和当地一个比他大13岁的老绰女谈了一场恋爱 那由于家庭反对 姑娘一时绝望居然服肚子杀了 这让早已对范高失望透顶的父母 又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半年之后 身体本来就不太硬朗的父亲就去世了 离开了这个让他活得生不如死的大儿子 但对于父亲的词 范高没有表现出很多悲痛 因为1885年的整个冬天 他沉浸在创作《吃土豆的人》当中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幅画 这幅画被认为是范高在荷兰时代的代表作 体现了他这个时期暗沉厚重的绘画风格 这幅画画的是一家农民简陋的家庭晚餐场景 画面当中房间低矮压抑 五个人围坐着分吃一盘土豆 范高夸张地描绘他们翘起的鼻子和后嘴唇 以及脸部那种顺从的表情 整个画面就是没有剥皮的土豆皮的颜色 范高用暗沉色彩 粗重笔触和古典的画风 来传达自己对体力劳动者的尊重 他把这幅作品寄给了提奥 提奥并不喜欢 这幅画里没有他喜欢的光线和色彩 其他艺术家也更加直接地指出 这幅画里的男人手臂那么短 鼻子只有一半完全不像真人的比例 客观上说呢 这些批评也没有错 因为屋子狭小 范高不得不做得离模特很近 导致透视比例产生了偏差 但这幅画的伟大之处在于 范高在作品当中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 加入了自己对农民生活的认识 那些粗糙的手和疙瘩鼻子 让画面看起来很粗糙 但这正是农民的生活 他们生活在黑暗压抑当中 卑微 肮脏 却逆来顺受 只求劳动完一天之后 能吃几个土豆做晚餐 范高说 这幅画的目标就是要把生命放进去 这让整个画面仿佛散发着牛粪的味道 不过正是这一点不一样的尝试 让范高往伟大艺术家的道路上 踏上了第一步 整个西方艺术史也为他发生了转向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先说 在范高和弟弟以及同行们 为了吃土豆的人争吵的几个月间 老处女为范高自杀的丑闻 在当地持续发酵 对她的谴责越来越多 范高在家乡待不下去了 她前往巴黎投办了提奥 开启了她的法国时代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向日葵系列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一系列作品是怎么诞生的 此时范高已经34岁了 这一时期范高的画风转变得特别明显 从荷兰时期土豆皮颜色的浓密画 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那种亮瞎了眼的作品 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 范高一到巴黎就开始接触到了印象派绘画 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印象派是法国十九世纪流行的绘画流派 主要代表人物是莫奈 他们追求的是对大自然转瞬即逝的光线的描绘 提倡去户外写声 范高虽然喜欢印象派大胆的用色 但他又不同于印象派只追求光线和色彩 范高更强调作品要抒发自我感受和主观感情 这种风格被称为后印象派 在巴黎的画廊 沙龙和颜料商店 范高到处都能看到年轻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弟弟提奥更是早就收藏了不少印象派绘画 不知不觉当中 范高的调色版和荷兰时代不一样了 迅速地向印象派靠拢 辛辣的红色 明亮的姜黄色 强烈的蓝色 各种色彩在画布上熊熊燃烧 此时范高的绘画风格已经自成一体了 他吸取了印象派对色彩使用的特点 但在整个画面的表现上又不同于印象派 范高更大胆地把透视 比例 形状都做了变形和扭曲 在他的艺术当中 颜色和线条不是用来描写客观事实 而是要凸显情感 热烈的色彩 旋转跳跃的线条笔触 都是范高用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的 这是艺术史上一项举足轻重的突破 这种绘画语言 在范高的代表作《向日葵》系列当中就可以看到 他画枯萎的向日葵 放大每一个花瓣枯死的细节 他也画鲜艳怒放的向日葵 每一朵都有亮黄色花瓣和耀眼的向日葵种子 在蓝色 紫色和黄色的背景前面 每一朵花都像是一个燃烧的小太阳 这种效果是用立体厚图的笔触实现的 那些花瓣好像不是用笔图上去的 而是像直接从颜料管里面挤到画布上的 形成一种立体感 花瓣像是在翻滚 又好像马上要燃烧起来 通过《向日葵》系列 范高表达了自己对美丽事物短暂盛开的感慨 正像他自己的人生一样 《巴黎时期范高》的作品 源源不断 除了花卉 镜物和街景绘画都发挥了他的个人特色 但是无论范高怎么努力兜售 巴黎那么多画商没有一家愿意买他的作品 画商和同行对他的作品评价就是可怕 连提傲都不愿意在他工作的画廊当中展出哥哥的作品 因为当时艺术界对这时期的范高作品主要有三大批评 一是范高画得太不像真实世界 我们前面也说过 范高强调用自己的感受来表达自己心中的真实 而不是在线自然 举个例子 在车水马龙的广场写生 范高的眼睛像斜视了一样 他看不到面前长着灌木丛的人行道 只有盛开的夹竹桃呈现在他画面上的就只剩下鲜花 因为这就是范高想表达的生命力啊 第二个批评就是说范高画得太快了 别的画家几天甚至几个月才画完一幅油画 范高兴致上来了可以一天一幅 他特别快的绘画速度和粗犷的笔触 被当时的评论界认为是过于粗野 缺乏思考和技术不精致 第三个批评是说范高用的颜色太鲜亮了 像他的代表作卧室 紫色的墙壁 亮黄色的家具 装红色的地面 绿色的窗子 橘红色的被子 这样的色彩组合验到极点 不符合配色原理 总之呢 依照当时的审美标准 范高的话一点都不像 一点都不精致 也一点都不美 但这些批评正好说明了范高的伟大之处 批评者们推崇的 像 美 和精致 是西方艺术从古希腊时期 就一直在不断追求的理想的美 和对客观世界的精准再现 这种美是克制的 遵循严格的比例和规则 比方说 古典绘画大师拉菲尔 他画的圣母 就是参考了好几个女模特最美的地方 最后综合到一起的 这种画法少则要画上几个月 多则需要几年 才能达到自然美和理想美的和谐统一 就算是当时是先锋的印象派 他们描绘自然界瞬息万变的光 本质上也是在追求对自然更精准的再现 但西方艺术史走到范高这里就是一个拐点 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吃土豆的人开始 范高不再追求在先自然 也不再去追求美 而是去追求内心的精神世界 他的画法充满了自己的主观感受 这种艺术观在当时当然是不为人接受的 但几十年一过 整个世界都开始被这种创造性的风格给迷住了 后世好多画家的作品都有范高的影子 尤其是后来的野兽派和德国表现主义画派 在范高却是十来年以后 我们可以在野兽派代表人物马蒂斯的作品当中 感受到范高式的粗犷笔触和充满主观性的色彩 不过当时的范高在巴黎依旧是四处碰壁 两年以后他突然离开了巴黎 通常传记都说范高离开的理由是要寻找更明亮的阳光 但本书指出 范高离开巴黎的真相是为了不影响提傲 原来在巴黎 兄弟俩跟其他前卫艺术家们一样 成天上个小酒馆喝酒 去红墨房找妓女 提傲的健康开始亮起了黄灯 关节疼痛 身体乏力 范高对自己的健康毫不在乎 但是他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会毁了弟弟的健康 于是选择了离开 离开巴黎之后 范高去了法国南部小镇阿尔 范高在阿尔的春天里发现了大量的可以入化的东西 开花的果园 原味花 吊桥 夜间的咖啡馆 落日下的播种者等等 后来很多评论家认为 范高在阿尔到达了创作上的高峰 他的个人风格已经非常成熟 对色彩和笔触也运用自如了 我们要讲的第三幅代表作《星夜》 就是范高离开巴黎后创作的 当时范高的作品依然卖不出去 借给画商们的作品毫无反响 有的差点被扔进了垃圾桶 几个月过去了 范高还是没挣到一分钱 只能靠着提奥寄来的钱 每天吃几片面包 紧巴巴的过日子 对这样一个又穷 脾气又怪的外来人口 阿尔的居民自然也不会理他 孤独当中呢 范高特别希望能有一个朋友来陪伴 他写信给画家高庚 邀请高庚一起工作 一起花提奥提供的生活费 用每个月将一幅画 给提奥作为回报 范高几次三番的邀请 高庚犹豫了半年才答应下来 那巧的是 阿尔好像是高庚的福定 一到阿尔 提奥的画廊就接连发来好消息 高庚作品瘦出了 挣了上千法廊 这对于范高来说是雪上加霜 高庚的成功似乎让提奥对哥哥失去了信心 提奥不再苦口婆心地催促哥哥创作有销路的作品 信也写得越来越少 那除了艺术上的成功 高庚在妓院显然也更受欢迎 对这一切 范高都只有羡慕的份 更多的刺激来自于日常生活上的冲突 无论谈艺术还是聊天气 范高和高庚总是受不到一起 没有一天不吵架 范高对高庚的态度很复杂 有点嫉妒他的成功 又害怕高庚离开之后 自己会更孤独 这些情绪一直折磨着范高本来就不健康的神经 范高发现自己出现了幻觉 而且越来越严重 他说看到有东西飘在空中 有时候又觉得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 动弹不得 这几个月里面 他有时狂躁地难以接近 有时又几天不说话 让范高彻底崩溃的最后一击 很快来临了 1888年12月23号 范高受到的弟弟 即将结婚的消息 这可以说是范高最害怕的事情了 因为长久以来 提奥是唯一在精神上和金钱上支持他的人 一旦弟弟有了家庭 提奥自然就不会把范高放在第一位了 范高预感到要失去这个亲密的弟弟了 也是在这一天 高庚终于忍受不了范高的神经质 直接提出要离开阿尔 在这两个消息的刺激之下 范高精神失常了 在幻觉中 他回到空无一人的房子 对着镜子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 还把耳朵用报纸包了 送去了高庚长去的一个妓院 最后他因为失血过多 昏了过去 格尔事件后 范高进入了生命的尾声 他的精神疾病时不时爆发 但只要清醒 范高就继续作画 短短一年半 创作了150多幅油画 他的代表作星夜 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创作的 在这幅画里 范高的目光上了天 深入到肉眼看不见的天空深处 深蓝色的夜空当中 黄色的月亮和星星被无限放大 连同画面前方火焰一般的柏树 形成一个高度夸张变形的画面 它们翻卷涌动 好像是一个个庞大的漩涡 像是要爆炸 也许这正是范高的幻觉和内心挣扎的体现 现实和虚构的东西 在他的头脑当中似乎混合在了一起 更奇特的是 如果你在仔细看 画面前景中的小镇 却是以短促清晰的笔触来描绘的 如果单独看小镇部分 完全是一派祥和宁静 与上半部分的疯狂宇宙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对此 本书也用一百年后的医学研究 试图结语解释 现代医学的神经风暴理论说明 大脑中的非正常神经元的爆炸 会动摇掌管意识和认知的神经基础 范高笔下的画面表明 它的认知机制 已被非正常神经元攻破了 它看到的世界 不对劲了 不过 我们也要承兴一个 一直以来的误解 范高并不是在精神病发作时做画的 因为范高发病的时候 经常胡言乱语 还抓地上的土吃 这样的 它没法拿起花笔的 但如果你看过它的原作 就会知道 星夜这幅画 虽然给人天旋地转的感觉 但笔触却规则有利 发病的精神病人很难有这种控制力 虽然在疯狂中作画 听上去很浪漫 但范高是抓住了短暂的清醒时间来进行创作的 好 我们来对范高的艺术生涯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首先 范高成熟期的作品 在色彩的使用上受到印象派启发 但这种用色是充满主观性的 如果说印象派抓住的是大自然转瞬即逝的光 那范高抓住的则是他内心世界难以压抑的情绪之光 所以这些用色很多都不符合传统的色彩原理 但是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灿烂辉煌的艺术世界 更重要的是 范高代表了西方艺术史的一个转向 他抛弃了美和在线自然 对透视原理不管不顾 大胆地用扭曲和变形来凸显画家本人的强烈情感 表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作家房龙在西方美术简史当中概括得很好 他说 在范高的绘画当中 所有的色彩与形象都必须服从他不羁的畸形表达 这是范高开辟的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 所以他被称为后印象派的先驱 这也是他能够成为画时代的艺术家的主要原因 范高仅用了十年就取得了这么高的艺术成就 但是他也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急杀车式的句号 我们最后要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急杀车式的句号 范高的死亡之谜 通常的范高传记都认为范高是精神病发作 开枪自杀身亡的 渴望生活里这样写道 他把脸仰向太阳 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 搬动枪击 他倒下 脸埋在肥沃的蜡蓬蓬的麦田松土里 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 这种像好莱坞电影似的浪漫记录 可能并不符合事实的真相 这本书用大量证据表明 他的死很可能是意外中枪并不是自杀 我们先从范高生命的最后一年说起 戈尔事件以后 范高的精神病彻底大爆发了 每隔两三个月就会爆发一次 发病时间越来越长 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但在范高生命最后一年的五月中旬 距离上一次的疾病发作 不过两个星期 范高的精神病根本没好 提奥就让哥哥提前从医院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本书认为是提奥有点急功近利 太希望范高出人头地 1890年初 范高突然时来运转 出名了 因为巴黎一个评论家 听说了范高·戈尔的故事 又看了他的作品 觉得这个故事会很卖作 于是在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 称赞了范高 让一辈子默默无名的范高 成为了艺术圈的一个焦点 他的向日葵等作品 首次放在后印象派的著名画家 赛尚的作品旁边展出 三月 范高售出了人生当中第一幅油画 红色葡萄园 到了五月 工作邀约 拜访邀请源源不断 这时候 尴尬的问题也出现了 该不该把这样一位成功在望的艺术家 关在精神病院里面呢 皮奥做了一个决定 让范高出院 他实在不希望精神病院的高强 阻碍哥哥已经肯进了的成功 但遗憾的是 如果范高没有离开精神病院的保护 他可能就不会被枪击 死亡很快来了 1890年7月27号 周日 和平常一样 范高背着话剧去乡间作画 傍晚 他跌跌撞撞地回到居住的拉乌旅馆 告诉老板自己中枪了 由于伤口致命 大约三十个小时之后 范高 一旨无效 离开人世 十年 三十七岁半 关于范高之死 这本书至少提出了四点疑问 有力地质疑了范高自杀说 提出了意外中枪的说法 首先 本书记录了医生对伤口和弹道的分析 通常 自杀的子弹摄入角度是笔直的 但是范高体内的子弹路线是斜着的 伤口和子弹留在体内的状态显示 子弹是从距离身体比较远的地方开的 因此这更像是他人开枪射中了范高 第二 关于枪的疑点也很多 如果说范高是自杀的 为什么他会有手枪 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更奇怪的是 击中范高的枪支一直没有找到 关于枪击现场 没有一个目击证人 警察开始的调查也说 这更像是一起意外中枪案件 第三 如果是自杀 那么喜欢写信的范高 连封遗书都没有 这不合理 第四 范高中枪之后 告诉调查警察不要指控任何人 如果自杀 范高为什么要担心有其他人被牵连呢 到了20世纪30年代 艺术史学家约哈雷华德 在采访奥威尔时 当地人告诉他 这几个调皮青年意外打伤了范高 范高为了保护他们 才隐瞒真相 范高之死关乎他的整个人生和人格 也关乎这个已经流行了近百年的浪漫形象 所以这本书的澄清意义非凡 实际上 真实的范高不是一个浪漫的人物 他因为性格缺陷经历了两次职业上的失败 他在孤独当中拿起画笔 独自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 却不被世人理解 毫不容易是也有了一点起色 却被误伤致死 没有多少人愿意经历范高的悲剧人生 不过 范高留鬼世界的艺术作品 的确是宝贵的财富 范高曾给提奥写过一段话 在我们的心中或许有一把旺火 可是谁也没有拿它来让自己暖和一下 从旁边经过的人 只看见烟筒里冒出的一缕青烟 不去理会 当我们听完这个关于范高的故事后 我们不如打开范高的画作 仔细看看那几朵灿烂怒放的向日葵 去感受他生命当中的热情和挣扎 好 范高撰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净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